第六十六届甘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参展影片 《内普拉斯加》于当地时间5月23日举行首映礼 影片讲述了一个酒鬼父亲和他关系疏远的儿子共同的公路之旅 演员维尔福特表示 剧组的工作人员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剧组的剧组人员 和最大的演员 和我说了一个前天 我认为它将写了 在这个电影里的相似的 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的相似人员在一起 我们不见面识人员 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 三十五天一起在家庭中的中央 中央的中央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 然后我们在最终的结束 所以在最终的结束 我们很相伴 我们很确定 所以 它是很瘦的经历 Bruce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 我们很接近 演员布鲁斯·邓恩 与这部影片结缘已久 他表示参演这部电影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想尝试新的角色 我喜欢这部电影 我喜欢说的电影 我做的电影 我特别喜欢说的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 他送了我9年过去 但在中央 我不是这样的角色 有些人都想了 除了他一直想了 他一直想了我 但它是难以我 作为了电影 他必须黄和黄 大家都想了 他不是这样的角色 他一直在演出 他一直在演出 这些角色 他一直在演出 这些角色 所以那是非常棒的 女演员琼尼斯·魁布 也称赞剧组的氛围 非常轻松 并表示 布鲁斯和威尔 非常有趣 你需要多少 是的 是的 他们非常棒 我喜欢布鲁斯和威尔 非常有趣 我们在同一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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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很快 你学习 你如何 你与他们的人 但是 从演出的角色 我们变得很近 我们变得很近 那是很棒 那是为什么 昨天晚上很美 是在他们 和他们 和 Alexander 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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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斯·顿恩 认为 这部电影的拍摄 也存在很大的挑战 既需要 在平时的剧情中 强调特色 又需要通过简单的故事 传达朴实的哲理 对 Alexander doesn't make risky films but they're a risk to make and the subject matter is very plain but very you know sectionalized and it covers many many levels of relationships and in this you know I've always felt in my life that it was essential and I did not do this to say some things to the older people in your life that you've never had the courage or the guts to say before it's too late and there's a lot of that in this movie remember I was the one to convince you to stay with Kate the writer of the book and the author of the book The author of the book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e was in love isn't that right withy Oh my 谢谢大家